请问阁下是 我是八路军武功队队长 吴总义 原来阁下就是 就像就像 你是不是看到起 我把你们打掉落花流水里 所以你就投降了 我不是来投降的 那你是来抓紧的 我不愿意打仗 现在黄军到处在抓我 所以我来寻求你们的保护 你这个小鬼子 你太不要脸了 你知道我们总归杀了很多人 现在还要寻求我们的包袱 请你一定要相信我 我从来没有伤害过中国老百姓啊 你总伤害过战争吗 你总打伤过我们的兄弟吗 士兵只是执行命令的机器而已 并没有罪过 就好像有罪的只是杀人的人 而不是杀人的刀 说八道你在那儿 玩你一套一套的 你不是来偷降的我 你是阿大利轻薄的 吴队长 我是真诚来向你们寻求帮助的 我知道你们可能不会相信我 但是 吴队长 你于处理问题的方式非常的粗暴 连我非常地失望 老子又不是你爹 你是不是这么管我屁事 吴队长 吴队长 先把枪放下 哎呀放下 怎么了这是 有个逃兵 还要寻求我们的包袱 这八路可够坑苦了 八路前几天不是在矿城闹事吗 也不知怎么的 就把这个矿亭给弄塌了 这黄军天天上门查我的矿 你说我那帮矿工那都是土豹吗 一天就知道采矿石 他哪知道八路的动向啊 我怎么跟他解释黄军就是无计 你说现在都停了好几天呢 你再这么停一天你就说 我怎么办 所以今天来呀 我求你跟我说说好话 这个事我就得拜托您了 吴队长 我这件事情真的帮不了您 矿情爆炸我是主要负责的 我现在也是深陷漩漠 只是难保啊 你可是开矿的技术专家呀 您是个有学问的人 那八路打仗那事跟你根本就挨不上边啊 不 我是学者 更是帝国的军人 我的学史是为帝国服务 我的军人生命更是要为帝国誓死效忠 矿井爆炸案 让帝国承受了巨大的损失 不管多大的责难 我都应该承担 求这么个小鬼子 死了浪费粮食 留他这啥子用 队长 要不先留他一条狗命 没准还能派上什么用场呢 队长所在浪费粮食啊 你让我们保护你 有什么交换条件 我知道 在我们皇军底层西兵当中 有一些人 也是像我一样 引误这场战争 我可以去劝索他们 这样对贵军有所帮助 我呸 你还啥是帮助 我看你是想拿一群人 咋过来吃哦 我看还是鄙啰嗦 对对对 队长啊 你别老那么冲动 冷静点 冷静 很抱歉 这样 我们还是看不出来 你对我们有什么实质的帮助 按照你说的 那些士兵本来就厌战 就算你把他们策反过来 他们还能帮我们一起打鬼子 你们八路军 只收留有利用价值的人吗 拿到不一定 老开始拿过了 但是你是鬼子 阁下 你毕竟是开采专家呀 那 那你上头会围栏你吗 暂时不会 但是不是因为我 是因为我的父亲 他们之所以不处罚我 是看在我父亲的面子上 我给父亲丢脸了 那阁下父亲是 是 家父是工程大草 大本营的少将 帝国的战斗英雄 天皇曾亲自给他颁发过寻仗 就是小萱司令官在家父面前 也只能唯唯闹闹而隐 哎哟 阁下子 你父亲是个大人物啊 这些天 家父要来鲁兰市场战狂 制定最新的作战部署 到时候 我再当面 给父亲请罪 再协助他 给予敌人狠狠地打击 好 天长 终于上方正在交叉 有些话 我不方便多说的 实力啊 这不打紧不打紧 各下我呀 就是一个普普通通做买卖的 其实我对政治啊什么的 我根本就不关心 我开矿就是卖矿石 您是专家 帮我多提高产量 咱就是朋友 好朋友 就这么简单 各下 我托您的事 您可得放在心上啊 我知道了 好 烦心事不提了 来 喝酒 好 我们不谈阵持 就喝酒 来来来来 来来来 干了 好 毕竟我已是个日本人 虽然我揶起着合战帐 可不是甹迥道 cere al angel 我们就送你回去 反正你们都是日本人嘛 跟自己的兄弟喝杯酒 那武汉就解决了是不是 到时候在战场上 你还可以跟他们说一下 纸带打片子的 我不能够回去 回去的话武汉没命的 那你这儿别吃别喝啊 要不然 弄得鬼似的情报 要不然 我们送你回去 给你们情报 要不还是终于攻占皇军吧 那你就不想早点结束这场战争呢 请觉着 我不想因为我的缘故 让我的战友 实在只战之下 那我还不想让你 别是我们招鬼子的两个次的 队长 让他思想有所转变 总得给他点时间 这样吧 先把他留下 看看他 能帮咱们什么忙 你 先替我们向鬼子喊话 跟他们讲讲道理 你们愿意相信我 哪要看你表现啊 因为你死鬼子 让我们相信你 还糟了点 是 你接触了以后 你对这个小鬼子的感觉怎么样 那就是粉坑后头的石头 有仇有仪 是不是小鬼子都是这个对心啊 我觉得很奇怪 他要是奉命来卧底 打探我们情报的 那么他对于我们的要求 应该给予配合 而他完全摆出了一副厌战的样子 除了替我们喊话 其余的 统统不答应 那你信得过他吗 我恨小鬼子入骨 你觉得我信他吗 小四川 你觉得呢 我觉得 我觉得他要不然是过来吃台的情报的 要不然呢 就是当了逃兵 不想打仗的 你这不是废话吗 多管啥是反应话哦 再说了 我的人物是变业武队长 那个小鬼子他到底想的是啥子 那是你的人物 别连则 我被里面的一个武队长死不动吗 唯武脸 唯武个屁 武队长 有情况 龚城少将 是日军大北营的决策人物之一 位高权重 他这次来视察 肯定是因为小泉他们连番失利 大本营的人坐不住了 他具体来干什么 反正 龚城那个他没说 但是他来了 肯定不是什么好事 这是条大鱼 我们得网住啊 只用这个老鬼子的命 给我女儿陪葬 不杀个鬼子少将 怎么能赔回起我姑娘的命啊 我赞成刺杀工程少将 不过 他下来视察肯定是戒备森严 我们怎么行动 那个小鬼子 我们要好好利用一下 就在哪儿 你要是能全都和我这位子投降的话 我们就相信你 死争性要投靠我们 我们军队部队里 有很多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 我不知道 我就劝说有没有效果 有没有效果 你试试不就知道了吗 放心吧 快去 我 我 你 二刀兵 太宏一郎 你 你 我 我 你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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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 你 我 我 这个人才 说得挺好的 他说的啥子 他说呀 他说 八路军的那个武队长 人品不怎么样 还是那个吕副队长 是个英雄人物 劝他们 都投奔吕副队长 不可能 你说的是废话 不可能 毎日仕事が終わって 妻子和粗末的鸡を食い 息子の楽しく走る姿を見たい 彼の顔は もう三年当てません 妻子の横口に会いたい この人らしい 戦争のせいで つない 嵋子内縫了 强力与 听这个声音 好像龟子还是 纸巾打纸巾了 这个小龟子还厉害啊 就说了那么几句话 还就黑龟子纸巾打纸巾了 加弘一郎 你们俩是航空的柱子 把敌人抗材 把航台攻击的敌人 我们俩是天皇陛下的战士 你们俩的误导 不能误导 快点 你们俩都变成了 同样的结果 他还变了死狗 也不曉得和他 到底死了好多个鬼子 真惨啊 你得晓不得呀 那个天魁 拉了个喇叭 再跑了前奸遗憾 绿队长反应了一样 他说的是大陆军那个武队长 他说的其实是我 是我小四川 是我小四川扮演的这个武队长 那就是英明神武 武比鬼畅 只比猪狗粮 最重要的是 这个天宽 喊了这些话以后 你晓不晓得 发生了啥子情况 小鬼子朝外头放了几枪 说对了 但是也不全 这个天宽太厉害了以后 他确实朝外头放了几枪 还从里头认了四个人出来 他们都打起来了 自己认打自己认 我估计他肯定还是死了三十个人的 这个天宽那真的是厉害哦 说了这么一番话 死了七八龟龟子啊 人才 局队的人才啊 小四川 真的像你说的那么神吗 队长 我想生起一个特殊人物 什么特殊人物 我想到这个天宽 切到每一个日军举队 切开花 开刀开刀 老龟子肯定就打起来了是 那还就是一个多么大的抗死功劳 万一是鬼子的奸计呢 不可能 你怎么有开刀 他们都打起来了 那是神的 他们在炮楼里面向前方放枪 装作是打起来了 把鬼子的军装穿在死人身上 再把尸体抛出来 你又没上前仔细检查 你怎么知道是真的假的 你 怎么样 我的武队长 当然 三胡说的 也只是一种可能 李修文 你观察这个天宽一郎 觉得怎么样 这个天宽一郎 很有演讲天赋 说实话 我要是鬼子 听到他那些话 也会动摇的 那就按小四川说的 带着他到各个地方喊话去 管他是真是假 只要他能讲 总能动摇一部分 小鬼子的军心 部队长 你现在是太赢了 我处的主意好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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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 李修文 还干什么 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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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个小鬼子 到底是古阿熙系列 你好等待你尾山这儿剖腐嘛 你怎么这么下不开呢 刺杀功成少将 对 这可是个监局的人物啊 刺杀牧村里很难 捣毁鬼子的秘密仓库也很难 可我们都做到了 好 我会通知渤海 让他打听工程的行程 和他的行程路线 一有消息 立马通知你们 谢谢 谢我干啥 我终于通知 要说谢 我得谢谢你们 要不是你们捣毁了鬼子的秘密仓库 那些毒鸡蛋一旦被用在战场上 后果不堪设想 鬼子还有在制造毒鸡蛋吗 毒鸡蛋也没那么容易制造 小鬼子辛辛苦苦造了那么多 一门心思扭转路来的战局 没想到被你们炸的一个都不剩 大本营的那些人都快气疯了 要想再造数这么多毒气袋 鬼子是要花不少的时间 鬼子造多少 我们就毁他多少 对 怎么样 好点了吗 幸亏你切得不甚 不然 以我们这儿的医疗条件 肯定救不了你 为什么想自禁 因为我这缘故 几名烟雾战争的日本士兵 无辜缠死 都是我害死的 所以你就想自禁赎罪 你自禁 你自禁日本人犯下的罪行 就能得到饶恕吗 你想过没有 你要是死了 杨子怎么办 你的儿子怎么办 你听那种日语 对 你才是真正的武队长吧 因为我是日本人 所以你们都不信任我 对吧 先不管谁才是真正的武队长 我问你 你为了你心中的内疚而死 你对你的妻儿就不内疚吗 对不起 你是不是以为那几个士兵 是被你害死的 你错了 他们是被军国主义害死的 不仅仅是他们 从以前到以后 还会有更多的中国人和日本人 被这种狂热的军国主义害死 你要是想赎罪 真正需要做的 就是帮助我们 尽快结束这场罪恶的战争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救下更多的人 也只有这样 你才能早点回到日本 陪伴你的妻儿 我以后都听你的 希望尽早结束这场罪恶的战争 你选择相信田宽一郎 还行吧 他自杀的时候挺坚决 我感觉他还挺真诚 这是我们争取他的一个机会 他现在愿意帮助我们 如果把他争取过来 他可以利用鬼子中的反战同盟 成为我们的一个情报来源 这就是华陆军秘密居典 其中的一个 这就是华陆军秘密居典 其中的一个 这就是华陆军秘密居典 像哲远的据点还有很多个 对 还有很多个 平时我们都分散在各个据点 一有任务 我们就会集中起来 难怪皇军 一直抓不到你们华陆军的主力啊 八路军的武器装备 远远比不上日军 但这里是中国 我们有自己的办法对抗侵略者 比如依靠中国老百姓 如果仅仅是靠老百姓就可以的话 那我们早就赢得了这场战争 想这样伸出鬼没 你们肯定还有其他的手段吧 我就不方便多问了 等你渐渐融入进来 就知道我们是靠什么取胜的了 再等会儿 工程客家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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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走 多走 别别 您坐 您坐 请坐 请坐 好好 铁藏果然是我忠诚的朋友 我正想找你喝两杯呢 是 你就心有灵气地来看望我了 哎呀 工程客家把我当成朋友 我可是把您当成恩人哪 自从上次您给我说了那些好话 我现在那里那是风平浪静 所以今天特地来看看你 接着啊 为了我们的友谊 这只是一件小事而已 何必放在心上呢 对 你接着啊 这位是 这 这是我的身边手下 我们矿主说了 要是送工程太郡什么贵重的礼物 那是太看清了您了 所以他拖了不少人 弄了不少好酒来 矿主说 保健正烈士 只有像工程太郡这样有风雅的人 才配享用这些好酒 姐长 你果然是懂我的人啊 这点好酒 是我冲着和阁下的交情送来的 阁下对我的恩情 那可不是这点酒就能报答的 姐长 我还有什么能够帮助你的吗 不不不不不不 阁下 我上次来 您不是说 您的父亲工程将军 要到咱们矿上来视察吗 我回去我就一直在琢磨 我说怎么能够款待好工程将军呢 想来想去 你说人工程将军什么没吃过 什么没见过 我就是摆上龙肝凤胆 可能将军都懒得看上两眼 所以 还 还是没想出来办法 最后我这个手下 他提醒了我 你给了天三什么好建议 我们中国有句老话 叫做虎腹无犬子 这句话 放在功臣少剑和功臣带军您身上 那是再合适不过了 功臣带军 坦率地说 在您没来矿剧之前 要是我们对皇军一点怨气都没有 那是假话 可是您来了以后 兄弟们觉得呀 就得给太军您这样的人卖命 在中国的太军有很多 可是像太军您这样 能把终日清善做到这个份上的 唯独太军您一人 功臣太军 我发自肺腑地说 在矿区的管理上 你堪称其他人的楷模 所以我就给其他矿主出主意说 一定要让令尊大人看到你的成绩 这对当地来说是最大的荣誉了 功臣少将如果看到矿区今天这个军 这局面一定会为您感到骄傲的 进来吧 这边 这是我们缴获的日军战利品 帮了我们不少的忙 来 坐 我现在才知道 原来皇军里面的传言都是不准确的 这话怎么讲 胡追长 实话跟你说 在皇军的士兵里 都是很轻视你们八路军的 认为你们这是比拿着出头的农民好一点点 但是 今天参观了你们的据点 真是令我刮目相看啊 尤其是法报这种事情 需要专门训练的人才 像你们这样一个小小的据点 都能够用它来联系作战 我看 虽然你们在武器装备上不如皇军 但是 在人缘素质上 很强大 尤其是你 吴队长 还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 你们八路军真是人才辈出啊 哪里哪里 我算什么 我们首长的本事 那才是大了去了 怎么样 天坤君 你现在对我们能打赢这场战争 是不是更有信心 真正的输赢 我不知道 但是 我希望你们能够早点结束它 好让我早点回国 和我的齐儿团区 我父亲一直希望我 能在戏业上超越它 如果能让父亲看到我如今的成就 他一定会很高兴的 阁下 我们俩呀 是是 是这么合计的 除了让矿工 加班加点 提高矿石的产量 来迎接工程将军 然后我们还举办一个庆祝大会 他得让这个工程将军感觉到 在您的治理下 如今的矿区 欣欣向荣的景象 好不好 休息 休息 铁矿石是我们大日本帝国 重要的储备物资 父亲一定会来矿区的 到时候 我会让父亲住在矿区 对 这个活动既然要靠 那就搞得热热闹闹的 对对对对 您知道 中国人一向热情 您放心吧 一定让这个工程将军 感觉到我们的热情 那提长 辛苦你了 不不不不不 不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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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亲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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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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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长 这个亲做活动 你计划怎么做 阁下 我们是这么设计的 要想早点结束这场战争 天宽军 我们需要你的帮助 需要我做什么 情报 吴队长 我现在只是皇军的一个投兵 你觉得 我能掌握什么样的情报 就是弄一条 很长的一个红地毯 一路铺来 两边 就站着老少爷们 等工程将军一下车 两边的老少爷们 就是欢呼 雀跃 一表中长 红毯的尽头 一定要披红挂彩 到时候就用我们矿主们 给工程将军敬献水酒 双手高举过顶 表示我们对工程将军的敬意 这个 什么 对不妥啊 爹子啊 你们的忠诚我是了解的 可我的父亲是一名职业军人 他或许不太喜欢这样的仪式 况且 八路在矿区活动猖獗 为了安全考虑 家道欢迎这种事情 也是不会被允许的呀 我们这不买衣服 那也好吧 工程将军是军人 那就按照军中的那套规矩了 搞个军乐队 高奏凯歌 工程将军一到矿区 军乐立刻奏响 那还叫个熊状威武啊 这个主意是怎么样 爹子啊 这样的欢迎仪式还差不多 那好 那就这样 我现在就去安排 有心 那这个欢迎仪式 必须在一个星期之内安排好 爹子啊 那再次地辛苦你了 不不不 不辛苦 不辛苦也是应该的 这个事我一定给您办好 那我走了 一个星期 告辞 你打算再削鬼子啊 军乐队中做手交刺啥老鬼子 只是一个考虑 先有点预备也好 这办法挺好 那老鬼子怎么也想不到 是他儿子把效益透露出来的 军乐队的提议是我们提出来的 可要是工程出了事 铁道当家的你 肯定是在矿区待不下去了 我待不下去就待不下去了 只要能打小鬼子 到时候我跟你打游击去 还有一个星期呢 我们再想想别的计划 不能把保全押在军乐队上 要寻找一切可能的机会 才能保证万无一失 那铁道当家的 我先走了 好 你说过 日军的士兵里 有一些和你一样 厌恶这场战争的人 而且我知道 你是个聪明人 如果你清楚自己对我们没有任何价值 你是不会选择投奔我们的 我本来不想这么做 毕竟这是一种背叛 不过既然要合作 那我就应该拿出一点诚意来 我可以使用它吗 你会吗 我曾经在黄军的华物室工作 那里有我的好友 我们经常在一起喝酒 怀念家乡 如果要获取情报 那么黄军的华物室 不是最好的渠道吗 请随便 阁下 天天君 大本营的功臣少将要来视察消息 你已经知道了吗 属下已经知道了 我们的部队接连实力 就连大本营基于厚望的秘密仓库 也被毁了 功臣少将这次来视察 恐怕不久之后 我这个司令官也就当到头了 阁下 属下任务 功臣将军来了之后 会看到我们的努力 更会看到阁下的难处 你不必安慰我 这次功臣少将的安全工作 就由你来负责 他要是出了任何的差错 那就不是我 当不了司令官这么简单的事了 阁下放心 我一定保护好功臣将军 让你调查的 独自的那件事 进行得如何了 有一定进展了 我已经给我的玩物室的朋友 完了电报 若他是跟我怀友一样的金丝 会把情报传递过来 辛苦了 那还要感谢吴队长留我的信任 是不是我的好友给我回信了 田冠军 你先忙着 我出去办点事 好 您请便 这是什么意思 以前继续 fire 我天职冠军 大frame 你十字中国卫 рус 四次带询问情报 不觉得我们话一错 这个小鬼子了 先看看他给咱们的是 什么样的情报 再决定是不是应该相信他 你们的推断是正确的 渤海打他他的消息也是 工程抵达的时间就是一周后 具体的行车路线呢 渤海说他会想办法继续再打探 但是难度极大 还不是你们的战绩太辉煌了 弄得工程都害怕了 所以才这样小心翼翼的 别担心 渤海那边也有消息 马上告诉我 好 你放心吧 你也有个人 不然就是 我会想办法继续 你先订阅 我先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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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订阅 行吧 谁 我先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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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发来的情报 我现在还不能判断是真是假 但是如果这个情报是真的话 那么萧犬司令官 将要集中所有的力量 来保护攻城烧将 帮洛军如果要有行动的话 可以在皇军兵力空虚的时候 行动 我知道了 这个情报很重要 田冠军 谢谢你 吴队长 你是不是已经知道这个情报了 你怎么这么问 我是刚从你嘴里 得到的这个情报 吴队长 你如果要是从我这里 得到这个情报的话 那你表现不会如此 你刚才说你去开会 是不是已经去讨论这个情报了 你这叫声 你儿子 这些情报 这些情报嘛 我不会拿了 这是什么 事实 我不会了 你如果讨论这个情报 刺杀功成少将 被口罩的阻挡 休息昨日的惆怅 穿上忠心的军装 往往远方 战火关堂 绝不能退让 一生种生活 铁狂胖的老 胜利是唯一方向 五千方 有多少风浪 不灭我的信仰 五千方 五千方 五千山遍遍遍故乡 乃和拆浪大成商 荡眼眷远 万岛斗远 招家远风雪 一身风霜黄铁狂奔的狼 胜利是唯一方向 五千方 有多少风浪 不灭我的信仰 南少的故乡 依然如此张黄 一身风霜黄 带苦和抵抗 散了希望 能我再期盼 冒险我的爱 只要我相依奋 地霜黄铁狸 或是種去负呐 一身风霜黄铁独 也许可这次是 一身风霜黄铁独 全身风霜黄铁独